其實我為何會開始看DBM課程呢 主要是在大約十年前 公司給了一個新的職位給我 要我在國外開一個工作 之前我在整個地區做一個銷售 當我接到這個工作上 我第一個想起我根本是不夠的 我第一個想起 香港MBA有一個叫DBM課程 包括類似一個迷你的MBA課程 包括人事、管理、財務 在整個課程中 我想一下我真的要有這些東西 我是欠缺的 所以我第一件事就馬上去報名 名字就很快上課了 其實在整個課程中 我覺得對我得益良多 在人事上我認識了很多同學 社交圈自己都闊塑 在上課上 因為有不同範疇的課程 每個範疇中 我都可以利用這個課程 去思考我每日的工作 裡面有什麼我欠缺的 有什麼我要加強的 令到我對整個管理 對我人事 對我整個策略上 得到很多的得益 但過了一年半之後 整個課程完結之後 我亦都開始覺得 除了這個課程之外 其實我應該還要再進一步 再深入了解其他事情 所以我很快 我就立刻再報另一個石市課程 那個石市課程 就是工程管理學的石市課程 亦都有幸 亦都完成了整個課程 可以這樣說 回顧整個過程 整個DBM裡面 作為一個啟蒙的課程 可以令到我更了解 整個的企業的管理 企業的運作 對我來說 是相當一個很大的 得益的課程